而且附近的物产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地方人士在去年11月开始 发动李明义务劳动 大家不分男女老幼 等着地路蓝旅的精神 开拓荒地 费时将近一年的时间 修筑了这条长达三公里 宽七公尺的产业道路 如今 全部工程已经完成 地方人士希望新竹客运公司 能够行驶搬车 以繁荣便利3D的交通